10月16号,我们都是毕安生纪念晚会 是发籍教授毕安生陪伴35年的同性伴侣逝世后 关系不受到法律的承认而易于选择跳楼自杀的日子 这一天震惊了社会,也给台湾司法界打了一记耳光 而在隔年后的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上聚集了叙叙多多的同志及非同志人士 一起为了台湾婚姻平权手法站出来 是反头的啊,那他们就可以以这个去,不要厉害 除非等到像上次一样,我25万走上街头 他们才会觉得说,我没有选票也好 然后他们才会想要去推 毕安生的姐姐说,她虽然在台湾遇到不平等的待遇 失去了自爱但并没有失去友情 有许多朋友相伴扶持着她 虽然在法国不会遇到这么多的司法不公 但至少她在这里是比较快乐的 即使最后人士无法忍受一个人在家里的估计和选择亲身 我们台湾对这个同志的感情问题一直没有办法给予法律的暴障 所以我一直告诉她一定要等到法律有给予暴障 我们才会去支持她 所以,但是很开心524大法官有失陷了 但是一直到目前还没有休民场 所以我希望能够来关注这些活动 继续能够希望监督政府继续落实她的政策的修法 那只是另外一方在打压另外一方这样子 所以有一种人多其父人少的那种想法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已经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概念 竟然聚集了这么多人点光 每一道灯光,每一盏出货 都是为了毕安生 我们块一钟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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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到